接著來關心體壇的消息 亞洲棒球錦標賽A組預賽最後一天 昨天晚上台灣隊上斯里蘭卡 雙方實力選輸 最後中華隊是以13比0在7局提前扣倒對手 拿下三連勝 以A組第一名之姿晉級4強 由於中華隊前天贏了韓國之後 已經篤定競賽 所以晉級了昨天的比賽之後 總教練郭里建復 讓一些年輕的球員上場磨練 先發投手是全國最年輕的姜國豪 他連續解決了9名打者 主投5局50分 加上中華隊打線有效發揮 全場一共打出了12只安打 尤其在4局上一口氣灌進了7分 讓雙方比數持續拉大 最後台灣是以13比0大勝提前結束比賽 而中華隊今天將會休兵一天 明天晚上的副賽將會對上 香港和菲律賓之戰所勝出的隊伍 就打擊的不需要 打擊的不需要